女人拿出皱巴巴的纸 村长看了看后 掏出包里钞票来了个天你散花 面对村长的嚣张跋扈 女人回忆不屑一顾的态度 挺着大肚子离开了此地 而整件事情的起因 全都因为丈夫被踢了下体 经过南科医生的检查 丈夫被诊断为轻度损伤 歇阳几天就能痊愈 所以秋菊也不打算把事情弄大 想找村长要的说法就小事化了 可以来到村长家 对方就像遇到温神似 看都不看秋菊一眼 甚至还口出狂言 说他做得一点不错 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 那自己就岔开腿去医院站着 让其丈夫踢自己一脚 话都说这份上 秋菊也只能不在此地纠缠 天下之大哪会有个没理说的地方 他一不做二不休 拿着塑状就去了乡政府 将事情的来龙去卖禁术说出 自己家是种辣椒的 想见的辣子楼村长却总是不批 宅基地上他也不准自己见 说是有啥文件 可文件又不给自己看 在李公安正式有这份文件后 秋菊抱怨文件上也没打人这点 打也不能朝要命地方踢啊 李公安察觉了异常 觉得一个巴掌也拍不鞋 才知当时丈夫气不过 竟骂村长段子绝孙 还只能抱一窝窝机 正巧撞了对方四女无二的枪口哨 不过即使是出有因 打人却始终是不对的 李公安给秋菊吃了定心丸 隔日自己便会下去调整 当李公安到了村长家里 村长态度果真缓和了许多 因为说话的人都是干部嘛 可针对这一件事 他依旧持着漠不关键的态度 索性一合计 村长打人不对 丈夫骂人也不好听 所以双方要各自做自我批评为主 以村长负责医药费物功费为了结 个人的力量始终是小渺小的 因为李公安对村长的倘务 最后达成了赔钱免灾的结果 秋菊也不是那种弯酸的妇女 寻思着对方低个头就此罢了 可接下来就发生了开头那档子事 既然你不想完结 咱也不带怕的 秋菊果断做了个决定 拉着一车辣子作为盘缠 要上访到县里去讨个公道 为此还找了个笔杆子 帮自己写了副状子 可就因为这张东西 让接下来的事情更为复杂 丈夫被村长踢了下体 于是女人花大钱买了副状子 却弄得办事员扑笑不得 原来秋菊怕官官相护 就找了个文化人帮自己出头 谁曾想的把村长都弄进泥巴子 笑归笑闹归闹 办事员按照规定 让秋菊回去等五天 县公安局定会对此事进行裁决 可裁决输到了乡政府后 李公安直接先去找了村长 纸上写着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原则上以第一次调解解谱为主 维持乡政府的调解方案 弄了半天却整了这出 村长还以为自己要被枪毙了呢 当劝他扶个软刃的措施 村长却觉得自己大小事的干脉 实在是去不下这个尊 随后李公安去了秋菊家 不仅交代了调解解谱 还提了一颗点心 声称是村长的心意 既然对方都坐到了这儿 秋菊想了想决定不再纠缠 赔偿金也不要了 反正后面日子得抬头不见低头见 何必伤了大家的和气呢 可没过多久 公公就将点心还了回去 原来秋菊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结果在代销员那一打听 点心竟是李公安买了 因为这档子时 秋菊动身再次上车 打算在市里讨个公道 高耸露云的各状大路 嘻嘻嚷嚷的车水马龙 令小乡村来的秋菊感到无处容身 一个人立车打听到他要去旅馆 便爽快地说45块包送到 见他有所迟疑后 只得嘟闹着降到了30块 秋菊一到地方 朝阳群众就说他被坑了 从车站到这儿只需5块 并好心地劝其买套行头 那些人就专骗农村人 还真就城市套路身背 秋菊虽遭遇了一些人的冷眼 但却又在另一些人那找到了温暖 旅馆老板得知其要打官司 便让他有啥问题都可以问自己 这些年来乡里打官司的都在这种 因此自己也耳濡目染许多 还得他打下别报多少希望的预防针 全是有一百多万人 一百个人找一回都是一万 可看着秋菊挺个大肚皮 老板也着实不忍心让其无功而分 于是写下了是公安局局长的地址 让他去碰碰运气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为了这次会面 秋菊还去市场购置了许多东西 这次农民与村长的斗争 到底能不能因之而发生转机吗 丈夫下体被踢 女人为了要个说法跑动跑戏 可县里乡里都拿不出主意 于是她决定去市里碰碰运气 为了与市公安局局长的会面 秋菊在市场待了许久 他认为不能光满水果 因为吃完了就啥也不剩 于是又去买了个镜子 到时在家中一摆 对方就能实时记着自己的事 谁知刚上门不久就抱着所有东西 乘着市局的车回了旅馆 原来局长啥都没有 还打包票要为秋菊讨个说法 引得他连连称赞局长是个好人 回到村里众人并未关心结果 反倒是称赞他出现 静坐上了局长的车 丈夫因为伤情有所缓 也想拿了钱就算了 不然旁人都觉得自家不好相处 本以为努力就会收获 可负一输的结果却没变多少 只是在200赔偿金的基础下 多了50块钱也许是比不大不小的数目 可领了大概就真成了250 合着忙活半天就是为了钱吗 因此秋菊一不做二不休 红村长对待自己的那样 将所有钱都扔到了他的脚下 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述 令家里也出现了经济危机 还没过年辣子就要卖完了 引起了周围人的闲言碎语 因此秋菊这次上诉时 丈夫威胁他去了就别再回来 秋菊再次去到了市局门口 局长并未为难他 反倒是好心地给他介绍了一个律师 这也是他第一次知道 竟然花钱后便可以啥都不用做 静待着结果就行了 看来一冬天算是白跑了 很快来到了开庭的那天 秋菊看到自己居然要和局长打弯子 顿时感到十分恐慌 还好局长给自己吃了定心卵 称这仅仅是程序问题 对自己并没任何影响 旅馆老板觉得此次定是稳妥 行政诉讼法刚出台 总得找个明告官的例子 要是案子输了 谁还会相信这法吗 可有时就是那么邪门 初级法院经过评议后 认为当地部门处置证据 最终判决原告方状告不成立 秋菊感到不服 于是一气之下告到了终极法院 这次果真有了奇效 办事员竟亲自下乡调查情况 让丈夫去拍了片子 到时有了故意伤害的证据风 便可以对村长予以制裁 看来正义终将到来 可还没等到判决结果 秋菊的羊水就破了 除夕夜大家都在外看信 于是家人不得不去找到村长帮忙 何力抬着秋菊上了县医院 还好母子平安 经历了这档事 秋菊对村长的态度有所缓和 决定将这件事情划上具体 并邀请村长吃孩子的满月酒 当天简直是热闹非凡 村民们也都如鱼而至 可村长却迟迟不来 很快李公安带来了的消息 判决结果下来了 村长被判了不易伤害罪 被行政拘留15天 秋菊追着警笛声攀上了山包 可以无法改变发生的一切 这件事情似乎沉渊的血 但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受益人